Live from me to you 从他的身体 从他的视觉 甚至从他的命运来看 可以说是最黑暗 最不幸的人 可是没有想到 这样子的一个出身背景的人 却成为许多人的鼓励 甚至成为他们 人生的光一样的指引 不知道你是否也像他所描述的 我们曾经对人生的过去 有感到失望 感到懊悔 或者感到 哎呀千金难买早知道 如果早点知道 我今天就不会落到 这样的光景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过去的失败 不是最糟糕的 过去的时代 也许反而成为你化妆的祝福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 对未来失去了盼望 为什么海伦凯勒这样的人 他能够有一千万个理由 对未来失去盼望 但是他却对前面人生 每一天都活得非常的丰富呢 他说他的生命当中 每一天都是上帝赐给他的礼物 而且他被神创造 是充满蛮有价值的 今天让我也对你说 神创造你是有价值的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论你过去怎么样来对你说 神的眼中你是有价值的 而每一天都是神赐给你 我生命的礼物 就算你感觉到你人生 好像在黑暗当中 但你想到海伦凯勒 好不好 让他成为我们的鼓励 圣经有一句话说 我们的神是掌管明天的神